Olympus今天就正式发布了这部旗舰无反相机EM1X 在未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的师兄在讨论 究竟一部买超过2万元的M43无反相机是什么玩法呢? 那现在立刻跟大家开箱先 为什么一拿出来就组装了呢? 就是因为已经有其他编辑快过一部试了机了 我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虽然它比其他M43的相机大 但我一拿上手其实我觉得它挺好握手的 这个手压位很大 而且它好像其他的旗舰单反那样 有这个直到的手压位 所以操作上来也很方便的 如果你手大的话 你就会特别感觉到这个手指位是很好握的 好 我们现在看看配件有什么 原来它是有两粒电 和两个插座的 那你就可以两样东西一起插 另外它支援PD键式的USB快插 那如果你想插好两个电 大约两个多钟就可以了 它的机身这么大 所以都设计了不少的功能件 好像机背这两个Joystick 就可以直接转对焦点 而两个SD卡槽 都可以支援UHS-E高速读写 EVF虽然只有230万像素 不过就支援续航素描 看上去都挺顺、挺清晰 机顶位置就设置了GPS、气压计和温度计 而防水等级更加达到IPX1标准 可以应付到不同的拍摄环境 新机的防震性能都大幅加强了 它就配备了高达7.5级的防震 手持拍摄的话 用5秒回门都可以拍到夜景 还很成功地拍到车柜 另外它的主体追踪功能都有特别设计 可以锁定火车、飞机或赛车 不过如果有巴士、小鳥这些主题的话 就应该可以满足到更多的师兄了 整体来说我觉得它都挺Pro的 不过只说无想闻始终试不到它的实力 而且它的定价这么贵大家都是要提多点评测 所以要继续留意DCFever的网页啦